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先問一下王醫師 我剛剛說醬料是靈魂 調味這個風味很重要 那酸甜苦辣 柴米油鹽醋茶 各有各的味道 那調味料儘管是靈魂 那適度的攝取可以增添飲食的美味 可是過量或者攝取不當的話 就可能造成身體的負擔 給大家講一個觀念 台灣的小吃的靈魂叫什麼 醬料 那路邊攤黑白切的靈魂是什麼 也是醬料 我先講兩個小故事 我有個朋友 他之前帶我去台北市 某一家黑白切的很有名的 他的醬料一拿出來 我一看到 他的醬料是粉紅色的 可是沾起來真的超好吃 海山醬 那再過來前一陣子素食店 去買薯條告訴你 番茄醬只能要一包 如果要多的話要加錢 如果你買雞塊的話 要多的那個醬也要加錢 告訴大家什麼意思 很多東西的好吃 他說拿哪裡 醬料 那這個醬料的好吃 真的喜歡吃的人 就會覺得那個醬料 沒有醬料就不好吃 那換了別家 不同的醬料就覺得吃不習慣 可是醬料吃太多會怎麼樣呢 給大家講一個案例 我之前的病人當中 有個女生 她來看我 很多病人 她其實身體有不速的時候 她會先早加一顆 她哪裡不速 上腹痛 然後檢查完之後 她的問題可能跟胃食道有關 那就問她說 你最近都吃什麼 她說她最近搬到我的診所附近 我診所附近 其實那邊美食蠻多的 早上有一家24小時的 有名的涼麵店 吃涼麵要加辣油 附近有很多很有名的牛肉麵店 牛肉麵要加辣椒 晚上她去吃麻辣鍋 說實在的 這樣吃完之後 她以前的腸胃就其實不算很好 尤其是以前有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的病人 這樣吃完之後 我告訴你 當你上腹痛 醫生會告訴你 你的可能性是什麼 胃食道逆流 那開始開藥給她吃 她的飲食會不會改變 基本上其實人要飲食改變最難 那是她會盡量去改 可是說實在的 這樣吃完我們一般的藥物 其實效果不會很好 這時候我們請她說 好吧 那過了一個月 我們請常委科醫生幫她安排 做個胃鏡 胃鏡放進去 就是告訴你 一樣 表險性胃炎 胃食道逆流 然後這些問題都在 那如果她願意飲食改變 只要短期之內 吃個兩個禮拜的 兩個月的藥 還OK 如果真的比較嚴重 吃四個月的藥 也問題可以解決 問題是四個月過之後 這個病人會不會再出現 其實出現機率很大 所以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長期吃這些重口味的東西 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吃太鹹 其實我說實在外面的醬料 基本上它就是重口味重鹹 那這個問題 我就知道 跟心臟血管都有影響 那過了 麻又辣 我們常說其實這種東西 對我們腸胃的刺激 真的是最大 可是很多人 說實在無辣不歡 無辣不爽 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只能說啦 你能夠看我們的節目 去強調說一些 比較不刺激性的東西 你說甜味 其實說實在 那個醬料裡面都很多甜 所以吃下去說 對我們這些慢性疾病 也是很大的負擔 那過來因為高油脂 那我們這邊提到說 太燙或太熱的東西 尤其像胃食道逆流 變成真的很多 所以你吃又辣 又燙的東西 會造成你很大的負擔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問題是怎麼出來的 都是吃出來的 如何避免 就是這顆最重要的課題 那王醫師也要提醒 觀眾朋友 特別有腎臟疾病的 觀眾朋友選擇調味料 要特別注意 給大家講一個案例 我們上個月 我做老人體檢的時候 遇到一個老人家 他70歲 其實他來我們這邊 只為了做老人健檢 因為他之前有些慢性病 高血壓心臟病 在醫學中一看 那這次驗起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腎功能 他的那個所謂的腎氏球過濾率 在50多 中教第三期病變 那其實這個老人家 本來也都知道 但是我們對提醒他說 那可能就是飲食上面要注意 那部分要少一點 就像說一天的那個鹽的量 可能要從6公克限制到4公克5公克 他回去之後 他就很認真做 你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他很認真做嗎 因為他過了一個月之後 他跑來找我 然後他叫外傭扶著他來 一來之後 我發現他覺得很虛弱 很虛弱 然後又有點喘 我們想說 上個月才做過老人健檢 過年應該不會這麼快 然後就大家去做個檢查 心電體一做 發現他的那個 心電體裡面告訴我們 他的甲離子有可能過高 因為他的那個T波變得很高 這時候我們就 趕快準備寫轉診單 要轉到大院的心臟科去 因為老人家超過70歲 如果甲離子過高的話 可能會有心臟 造成心理不整會死 那時候我就 先問他的家人說 那他最近這一個月 他都吃什麼呢 他因為這個月 上個月來看我們之後 知道回去要限鈉 他就回去吃什麼 用低鈉鹽 告訴他的家人說 這些一般的鹽都不要用 都要用那些低鈉鹽來取代 他的飲食上面 都用這些東西取 那沒有錯 我們都知道低鈉鹽裡面 鈉是少 可是咧 甲離子多 那甲離子吃多之後 他身上的腎臟 他是第三期的生活能 他排不掉 他的甲離子 從原來的3.5到5.5 因為過了差不多 兩個禮拜之後 他轉成他回來 他的甲離子送到醫院去之後 變成6.5 其實這樣說 對他是有危險性的 所以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慢性生病面的病人 他的飲食 基本上是真的比較難 尤其是你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很多腎臟科技師 都告訴你 你很多東西不能吃 可是你要吃到健康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有技巧的 所以告訴大家 一個觀念說 雖然你有生病變 但是你本身的食物裡面 熱量要充足 蛋白質是要減少 一般人是 每天按照的公斤數 是1.0到1.2 可能因為生病變 可能是0.8左右 可是重點是 你還要吃到優質的蛋白質 尤其像我們食物 這邊煮的都是優質的蛋白質 不管是雞肉或是魚肉 這是重點 那至於低磷 低甲 低鈉這些食物的話 就你要去 本身去慢慢學習 其實飲食當中 最大的食材 就是天然的食材 你那天加物是 你不要用低鈉鹽 你不要用其他的 其實你還是會用 其他的添加物 你如果你可以用 這些天然的東西 蔬菜水果去入味 所以說實在 你就可以避免到 這些的危險性 那王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反覆的頭痛 事實上也要注意 是不是過度的重口味 造成的影響 那我印象很深刻 我之前遇過一個 那個台北大學的學生 他年輕的時候 他從初經開始 就有那種金錢症候群 那你知道金錢症候群 就月經來的那前幾天 會頭痛頭暈 那其實醬人 他基本上是 跟他的內分泌有關 也跟體質有關 那其實這樣的狀況 就是吃這些止痛藥 讓你這個金錢症候群 不舒服 過去了就過去了 那可能過了年紀比較大 他的荷爾蒙比較穩定 或是生活作用比較規律的時候 這些狀況就不會有 可是這個個案 他基本上 他反反覆覆都會發生 可是等到他過了 畢業了去公司工作 開始就位之後 他也開始也會頭痛 可是你知道金錢症候群的病人 他有時候吃什麼 吃些巧克力 吃些糖的東西 可以緩解 人家都不想找醫生 來拿藥吃 他就吃這些東西 結果他吃一吃之後 他會在頭痛的狀態開始改變 因為金錢症候群的頭痛 基本上他不會很痛 他就是那種有點 就是不舒服 可是他會發現他的頭痛感覺 那種開始會抽痛 那種抽痛的感覺 去讓他感覺說 甚至會併發噁心呕吐 甚至會覺得眼睛會有點怪怪的 甚至想去看眼科 可是在早上我看之後 我發現他的問題變成什麼 變成所謂偏頭痛 那這種偏頭痛也是一個體質 所以很多病人都會說 為什麼他的體質這麼多呢 因為又有過敏的體質 又有金錢症候群的體質 又有些偏頭的體質 沒有辦法 這是老天爺的安排 那這些偏頭痛 其實基本上在我們飲食當中 他很容易引發偏頭痛 是因為你吃了一些特殊的食物 含酪胺酸的食物 我們簡稱3C的食物 很多講說什麼叫3C 乳酪起司 巧克力 柑橘草莓 紅酒 基本上你要吃到這些食物 甚至一些香腸辣肉 它有含有亞氨酸 或那個硝酸鹽的東西的話 這些東西都會讓你的血管產生問題 所以當你有偏頭痛的人 我都給大家一個概念 第一個 你的飲食的添加物 一定要特別注意 含糖飲料也是一個 代糖也是一個 那如果真的你的頭痛 開始有感覺的話 基本上偏頭痛的病人 可以先吃一些什麼 藥物 先緩解 甚至偏頭痛的病人 有一些長期可以吃的藥物 可以讓你不要頭痛發生 因為真的偏頭痛 長期發作 會讓你整個生活作息 會讓你的整個情緒 會受很大的影響